根本次數字幕 馬上 幾次發展 老實講 他的狀況惡化了這麼快 我有點想 傳說說這兩個禮拜狀況越來越早 直算直下 是有聽說這樣的狀況 那我就我的所知跟大家報告 就是大概去年底或幾年初,大概1月份的時候 它的狀況應該就是復化 那就不能再切了,因為它沒有切的空間 所以在復化的時候,它就只能擋帶所有的微細胞 塞滿了它切的空間的時候 大概就是最後它就會昏迷,它就會走掉 可是這個到底會多久的時間,我真的會不了解 所以那時候就知道狀況會不好 可是我們不能講,因為講了立宏會知道 所以它大概不知道自己的狀況,我是這樣了解 所以這兩個禮拜它也不知道自己的狀況嗎? 應該 那設計一次看到它是什麼時候 我在不久以前,不能講不久以前 大概3月份的時候,我請它吃過兩次飯 那時候覺得立宏嗎? 還可以跟我們講話 當然它講話的流利度,或者是記憶度,或者是寫字 我相信跟以前都不一樣了,對話很多 可是我還是覺得說,要找它出來 有空跟它聊一聊,讓它心情好一點 讓它有一個社交生活,讓它跟朋友之間再聊一聊 我覺得那個對它會好一點 我知道它的狀況不好,那這個太太也不希望讓它知道 就是希望能夠再讓它後面的生活快樂一點 這所以惡化得快,我想跟一件事情有關 就是跟它賣房子有關係 因為她的負擔不重 她負擔不重 她負擔不重 她後來必須要搬家的時候 太太跟她講房子賣了 撐不住 那個事情本來她還能走路 後來聽到那件事情 她大概就必須要做倫理了 所以我想那個事情對她衝擊很大很大 女兒的部分事情很讓她掛信 當然 那跟女兒的狀況怎麼樣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我不曉得 她女兒,是說好像是在國外念書有經濟壓力 當然有經濟壓力 因為我覺得不能怪她 因為 她已經剩下 大概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學業 所以 所以 媽媽也覺得要苦撐讓她完成學業 盡量不要影響到她 對 但這樣子的經濟 對這個利宏哥來講是很重大的重擔 當然 這個是家庭的選擇 就是說 她的負擔 她真正最後賣房子之後的 所剩下的財產 其實是很有限 那 她有兩個小孩要讀書 太太當然就沒有工作 所以 所以 她的 後來的治療 其實每個月 要花的錢還蠻多 大概多少 一個月至少要 光醫藥費要15萬以上 對 那 因為她的標榜資料是看她的體重 對 對 那麼 我 跟利宏 跟好朋友 募的一些款項 就是 都很 基本上在支撐那些支出 嗯 對 夠嗎 那我有 嗯 我有問利宏的太太說 需不需要再幫忙 我也不知道我能幫多少 可是我盡量 那利宏太太也許很客氣 她就覺得說 嗯 不要 她 她要盡量 不要 不要 就是 造成大家太大的負擔 這樣 所以她沒有開口 那我想說 好 那她覺得 她覺得還能夠 還能夠撐一次 最主要是她的房子賣 嗯 她那個房子賣的幫助多少 因為這涉及她個人很財務的問題 我實在不方便講她的隱私 就是說 那個房子賣掉以後 啊 她所剩真的是所剩無極 所剩無極 所以 啊那個房子 我判斷啊 我認為 利宏我也覺得 對她來講 她的人生意義很重大 所以賣掉以後 對她衝擊很大 對 你最後一次看到她的時候 這個看起來怎麼樣 你說怎麼樣 就是看起來怎麼樣 因為我們看到七凱哥PO的照片 你覺得她看起來這個人蠻消瘦 消瘦 狀況不好 因為老實講 狀況不好 嗯 精神的時候 精神的時候很不好 因為她只能夠坐著 只能坐輪移 她起先都還能夠出來散散步 出來吃吃飯 跟大家聊聊天 對 嗯 那個 那個之前你幫他木坑 大概是那個時候 你搞一次 嗯 嗯 我記得第一次大概五六百萬 第二次大概四五百萬 嗯 可是 可是 醫藥費確實花很多錢 對 那是幾個朋友嗎 很多 因為 就是說 我認識的朋友 就是我有找了一些 私底下的朋友 另外就是 有一些人是 他看到利宏的情況 我們不認識的 他也來幫忙 對 那最主要是 就是我不敢跟 不認識的大宗木坑 因為這個事情 應該是要寫 對 對 你聽到說 就是利宏哥 聽到一次跟你講 見面的時候 利宏哥是可以 蓄力表達的嗎 還是說 有什麼關係 最後他很不喜歡講話了 嗯 嗯 是挺有人 不太表情 沒有什麼 身體狀況上 不太能講話 還是說他的心情 嗯 因為他很少講 我也能用 只能用猜的 可能心情有受影響 他的 他的 身體健康狀況 大概也 讓他 不太能夠 不太能夠講話 有聽說 他很想要 趕快看到女兒結婚 他是想 可是 可是 嗯 應該是 這個距離應該蠻遙遠的 嗯 因為還太小了 對 他還在讀大學 怎麼可能 對啊 那 如果說 他老婆 覺得說 不要再熱門 可是 你說他賣的房間 鎖成一隻 這樣子 有辦法 商商會沒有問題 因為 啊 第一個他 我們可以 如果真的沒錢 我們可以簡單一點 第二個 我也不相信 這商商會朋友出不起 對 我想 我會找幾個朋友幫他忙 嗯 那你會不會想一下說 你們到底認識多久 而且他好像都 跟你們這些 出身家儀的 不管是出錢啊 或是 交情都會 這樣 會回憶一點 跟他 嗯 嗯 覺得他出不來 立宏 我跟立宏 認識 就是 跑新聞的時候就認識了 所以其實有二三十年 但真正其實 比較理解他是 是 在 電視台 因為他來上節目嘛 這樣 對 那 呀 立宏就是 這樣講他 不太好意思 可是我覺得他身經比較悲觀 對 就是 有些事情他比較過不去 對 所以我一直要他 他人真要樂觀一點 嗯 比方說 我現在很難舉出什麼例子 就是說他對某些事情 他就覺得 那些不好啊 那些不可能 這樣子 那我會跟他講說 我們要試試看啊 類似這樣的事情 對對對 嗯 我是這樣鼓勵他 我是這樣鼓勵他 對 對 嗯 就是 嗯 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醫學我不懂啦 我就說 我覺得人的性格應該蠻重要的 我一直鼓勵他 就是 能不能樂觀一點 什麼事情其實是 你看陽光面 不要只看陰暗面 對 嗯 對 這是我一直鼓勵他啦 但是 我不曉得 對他有沒有影響就是 對 嗯 所以之後上帳的費用啊 剛提到說 會幫忙嗎 是直接就進行上面的援助嗎 嗯 現在是這樣喔 雖然就是 呃 力宏先送到二賓去 好 那 這個 靈堂 會在 啊 東瓜 李公司的 的 會館 那 就是 我一定會找朋友幫忙 對 呀 好 謝謝 好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